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DOM加强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DOM类型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Node类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Document类型 Document表示的是文档类型 Document它相当于整个HTML文档的根节点 而这个节点咱们是看不到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类型直接打印 看一下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HTML中的一个什么Document类型的一个对象 既然它是整个文档的根节点 那么这个根节点它的什么类型是什么类型的 咱们打印一下NodeType运行 这个显示的是9 9是哪一种类型呢 咱们回到上一讲看一下 9对应的是什么 DocumentNode正好是文档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的名称是什么呢 咱们再看一下NodeName 它显示的名是什么 再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它的第一个子节点也就是它 我们来获取一下 那就是document.child nodes 下标为0的得到的就是它 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那就是node的什么type 这个节点是什么类型的 运行 大家看是10 这个得到的是10 10我们回到这看一下 10对应的是什么 document type node 文档类型节点 这个是不是很显然呢 这是不是在说声明文档类型 doc type 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的 文档类型节点 没问题 那么咱们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呢 显示的也是10 那么看低版本的是不是呢 低版本的咱们看一下IE8 大家看它显示的是8 也就说 IE8即以下版本显示的是8 这个要注意 IE8即什么 即以下版本 显示的是什么 是8 8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看一下 8是注释 comment node comment node 也就是说看成的是什么 看成的是注释节点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文档类型节点 好的 这是这个 那么如果咱们要想获取这个HTML元素节点对象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取下标为1的就行了 从这取一下什么 下标为1的 直接打印一下 再看 这个就是HTML element元素类型的 没有问题 那么IE浏览器呢 也是HTML element 咱们获取这个HTML这个元素 元素节点对象 也还有一种简便的方法 那就是document点什么 document element 这个 直接获取这个HTML这个对象 咱们直接给它打印一下 运行 是不是也是HTML element呀 是吧 咱们可以给它再显示一下它的什么 node name 标签名称 就是HTML 这样写是不是稍微简单一些 比这个child nodes 这是 这个 另外咱们要想获取这个body 这个body元素节点对象 因为这个body是咱们比较常用的 咱们要修改这个body里边的子节点 所以说呢 我们获取它也有一种简单方式 那就是什么 document.body 直接得到了这个body的元素节点对象 但是大家看咱们直接这样写就不行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body标签还没有加载呢 所以说我们就得结合着什么 window 点什么 点 unload function 这样 再把它呢拿过来 显示一下 alert 显示一下它的什么 node name 我看一下是不是body 这个注释掉 运行 大家看得到的是body没有问题 下面再看 如果咱们要获取 注释一下 咱们要获取这个节点 获取这个节点的话 也有一种简编的方式 那就是document.doc type doc type 在这咱们是可以怎么了 直接写的了 因为已经加载完了 alert document.doc type 然后呢 咱们打印一下它的什么 node name 再运行 大家看 这个是html 它那个html 指的输出的是这个 是吧 因为这是那个标签名 相当于 那个节点的名字 然后这个是什么 它输出的名称是html 后边的这一个 那么如果咱再输出一下 它的什么type 类型 运行 是不是10啊 而10就是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对应的这个什么 document.type node 好的 这个是10 没有问题 那么刚才咱说了 IE8及IE8以下的版本 它是把它看成什么的 看成注释节点 没有把它看成什么 没有把它看成 DOC type 这种类型的节点 所以说呢 这 这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了 就是 你如果浏览器是 IE8或IE8以下 你使用这个 得到的就是什么了 使用这个DOC type 它就得 它返回的就是空了 返回的就是空 咱要想 在IE8或IE8以下 获取到的话 怎么获取呢 那就应该是 document.child nodes 图词了吧 child nodes 0了 用这种方式去获取 这个是IE8 或IE8以下 或IE8以下版本 用这种方式去获取这个文档 或是去获取这个节点 好的 这是关于文档节点 另外呢 这个Document还提供了一些什么 遗留的属性和对象的这个集合 可以让咱们快速简单的获取 比如说Document.title Document.url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首先显示一下title title呢 就是得到整个文档的标题 也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title标签 中间的这个内容 来看一下运行 显示的是Dom加强 没有问题 这个呢 UIL呢 就是当前什么 当前这个页面的地址 地址栏中显示的地址 UIL 再运行 行 这是当前页面的这个地址 就是地址栏中的这个地址 还有就是Domain 就是得到域名 域名 当前这个地址中的那个域名 但是这个是要求是在服务器端的 什么叫服务器端呢 这个意思就是 咱们先把这个加上 输出一下这个域名 点什么 Domain 注释一下 要求你这个页面 必须放到服务器上去 咱们这个呢 是Demo95 所以说呢 我先把它放到服务器上去 这是找到这个原文件 复制一下 把它放到服务器上 我这个服务器呢 Tomcat Tomcat呢 我已经启动了 Tomcat这个服务器已经启动了 把它放到服务器上去呢 这个是有一个规定的路径 就是webapps这个文件夹下 Tomcat中的webapps下 然后呢 你自己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放进来就行了 这样呢 就相当于把它放到服务器上去了 我们再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下 在地址栏里边输入访问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 就是http协议 冒号 然后呢 我是本机的 Localhost的8080 接下来我那个文件夹呢 是什么 Myweb 这个下边的什么 Demo95.html 回车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显示了这个域名啊 我现在这个域名就是localhost 好的 这就是这个domain 这个方式 它是用来获取什么的 用来获取域名的 那么另外呢 这个refer是吧 获取上一个页面的URL的 这是 再看一下 还有一些呢 是用来获取 这个元素集合的 比如说这个forms 是获取所有的什么 表单元素集合 这个image s呢 是用来获取所有什么图片的元素集合 links呢 是用来获取所有链接的元素集合 最终得到的是一个集合 我们再通过这个集合访问其中的某一个就行了 这个呢 已经已经现在不使用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body里边存在多个img标签 我想得到所有img这个元素节点对象的集合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直接使用document.什么 image s 咱们先打印一下 看一下 这个得到的就是一个集合了 大家看是一个什么 html是一个标签的集合collection 我们就可以使用在使用下标的方式 比如说我加一个零 这个得到的就是第一个img元素节点对象 是吧 这不是img吗 以卖指 比如说咱们再显示一下它的什么 这个节点对象的node name 名称 再看 得到的是img 好的 这就是这个document类型的使用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